大连的历史要从吕顺说起 而吕顺要从白玉山说起 咱们在的这个山呢叫白玉山 然后这个塔呢就叫白玉塔 这个山呢不高一共是160多米前 叫西关山 1880年李鸿章来到白玉山 看到对面的黄金山说 既有黄金当有白玉 于是西关山更名为白玉山 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白玉山塔呢就是在100多年前日军所建 现在是历史的见证 也是重要的物证 在山顶可以俯瞰吕顺的新老城区 看那就是老虎尾 来大连到吕顺 记得去这个地标地 来了解这里的半部近代史 关注唐妈带你溜溜答答